香港人生活步伐急速 都市人普遍壓力都比較大 在精神緊張的情況之下 好多人都會有失眠的問題 今日我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中醫是怎樣治療失眠 首先 失眠是中醫的病名稱為不味 它的定義是經常不能獲得正常的睡眠為特徵 而輕重程度都不一樣 輕症是指入睡困難、容易醒 醒完後睡不回 而重症就是整晚都睡不到覺 那怎樣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幻想失眠症呢? 如果每個星期失眠超過三個晚上 導致日頭的生活作息和情緒受到影響 而這個情況如果持續超過三個月 就是臨床所謂的失眠症 引致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種 當中包括一些精神疾病 例如焦淚症、抑鬱症、壓力比較大 精神過度緊繁等等 而一些身體疾病最常見的就是痛症 例如頭痛、關節痛等痛症 多數病人都會在半夜容易痛醒 之後就很難睡得回來 睡眠窒息症、高血壓或胃液分泌失常都會容易引致失眠 藥物和食物都會引起失眠 最常見就是酒精、含咖啡因的飲品、類固醇和某一些的降血壓藥 除了以上的原因 有些人失眠是沒有明顯的誘因引起的 這種又稱為懸發性失眠 在中醫的角度 睡眠和陰陽之間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日頭熟陽、夜晚熟陰 陽入於陰之後就會提醒我們需要睡覺 而陽出於陰就提醒我們要起床 正常人的身體是可以跟著這個大自然規律去運行 當太陽升起的時候 就跟大自然一樣 我們身體的陽氣會逐漸增加 向外發放 人就會開始精神而起床活動 去到黃昏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陽氣開始慢慢收斂 直至入夜的時候 陽氣就會潛藏在我們身體裏面 這個時候就提醒我們要上床休息 所以當陰陽不調和的時候 就會引致失眠 而中醫就主要是透過調和陰陽來治療失眠 臨床上失眠最常見的陣形是包括有 肝屈化火症、深皮兩虛症和陰虛火旺症 第一個陣形肝屈化火症 這類人通常伴有壓力比較大 性格比較暴躁、容易口乾、小便黃、大便秘健 第二個陣形是深皮兩虛症 這類人通常氣血比較虛弱 伴有胃口差、容易疲倦、頭暈眼花、臉色蒼白等 第三種陣形是陰虛火旺症 這種陣形是常見於更年期的婦女 而這類人都常出現口乾、煩躁易怒 或者晚上睡覺時容易伴有出汗和潮熱 中醫治療方面 臨床上主要治療失眠中藥 包括有 手烏騰 酸組人 軟痣 合歡花 龍眼浴等 而針灸方面 中醫會採用頭部穴位治療失眠 有靈心安神幫助入眠作用 今天醫師我都想教大家兩個穴位 可以幫助改善失眠 第一個穴位叫內關穴 它的位置在我們手腕橫紋 正中上兩吋的位置 即是三隻手指的長度 這個位置 我們按摩時可以用手指指幅 順時針和逆時針 各按一分鐘 第二個穴位就是神門穴 它的位置都是在腕橫紋 尺側 緩屈肌見的內側 這個位置 每次按摩時 跟剛才一樣 都是用指幅順時針和逆時針 各按一分鐘 以上這兩個穴位 都能幫助大家放鬆神經 起到養心安神的作用 當大家日後遇到失眠時 都不妨可以試下按以上兩個穴位 但如果是慢性失眠的病人 我都建議大家要盡快尋求專業人士的治療 找出失眠的原因才可以標本兼致 對症下藥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pouvez新職員 跟隨身組合身吻